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啊 我回来了 嗯 我回来了啊 你干嘛呢 跟你弟弟啊 把这皮鞋擦擦 他现在啊 在那种大公司上班 不能让他浪费笑话 怎么着让他处处近近的 得穿得整洁干净点 爹 让我来吧 行吗 怎么不行 您去休息 好 我正好去方便方便 好 刘清晨 刘清晨 你逗我玩呢吧 我这可是欧洲定制款 专供皇室贵族 穿在脚上 就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的 舒适自然 价值一万块 像你这种平民 没有穿过 当然是不会理解的 来吧 愿赌服输 哥 别擦了 我马上就好了 我说了别擦 擦了我一步穿 怎么了 哥 我问你啊 一百块钱的鞋 和一万块钱的鞋 有什么区别吗 能有什么差别啊 难道穿了一万块钱的鞋 这人就会飞呀 区别在这儿 你真会说笑话 这鞋又不是穿在脸上 不是脸 是身份 身份不同 想快到那个阶层 必须有那个阶层的身份 一万块钱的鞋 就要有一万块钱的身份 那我穿布鞋 就是没身份呢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 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我只知道 人最有价值的 就是要靠一双天 勤劳的双手 哥 城市和农村不一样 比的不是力气 比的是竞争力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那这鞋 不要了 送你 哥 你今天干吗去了 我今天跟那个苏小姐去吃饭呢 他说要谢谢我 说我帮助了他 让他得到他父亲的夸奖 哥 不是我多事 我劝你离他远点 为什么呀 你想啊 这事被一朵知道了 那他一定吃醋 女人心眼都很小的 哦 队友啊 我怎么想不到呢 余总回来啦 爹 忙得到的去 去哪儿啊 所以呢 不要得到的去哪儿啊 优优独播 我们得到过去 怎么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